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将自己作为礼物送于本王 确实是本王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昨天本来想送你一把剑的 可是没想到那剑锹那么容易折损 不过那也是一时兴起 最重要的 在这儿呢 这个玉佩是我爹送给我娘的定情信物 我爹说了 这个玉佩里承载了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自我爹娘去世之后呢 我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这么多年从未离身 这块玉可是皇家贡品 极其珍贵 不过因为当年一场意外 不小心磕坏一个脚 我伯父找了最好的工匠也没有修好 所以这还是有一块缺陷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绣和 我啊 你要知道 匹父无罪怀毙其罪之道理 你若继续一一孤醒 早晚会祸及满门 我只想为荆轲做点事情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后悔 今天 我就把它赠予你 希望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就像我爹娘那样 尖如磐石 你不喜欢她 没有 我突然想起来 有些公共要处理 我先出去一下 我帽子 不想起来 我伯父的 算算时间 正好是这几日 几年不见 他的变化还真不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